女孩只是用了公测测纸 竟感染上了HPV病毒 不知情的女孩让病毒止惊 跟自己来了多次亲密接触 完事后完 女孩坐上公车准备回家 可突然她感觉下身起痒无比 但现在在公交车上 周围到处都是乘客 哪有机会挠痒 于是她尝试加紧双腿 不停地来回蹭 想用这种方式缓解 可随着病毒侵入体内 扫痒的感觉却越来越强烈 来回蹭已经缓解不了症状 她顾不了那么多了 有头观察四周 发现没人在注意她 于是在书包的掩护下 她把手伸了进去 开始肆无忌惮地挠起来 可不巧的是 女孩的这一行为 被一个变态男乘客看到 立马和同伴用手机记录 这一美好时刻 而女孩还在疯狂地挠 完全没有注意到 车上其他人一样的眼光 很快车上所有乘客 都注意到女孩 开始纷纷拿出手机拍照 突然女孩一扭头 发现车上所有乘客 都在看着她 这一大型射死现场 让女孩难堪到了极点 她赶紧捂着脸仓皇逃下车 本来以为已经够丢人了 可到了学校晚会上 正在台上自信跳舞的她 突然就像被施了魔法 身体失去控制地待在原地 一股黄色的液体顺流而下 她竟然当着所有人的面试进来 这一刻女孩想死的心都有了 看着台下同学们的嘲笑 和舞伴们嫌弃的眼神 她愣是站在原地动弹不动 最后还是被两个男同学架了下去 可她不知道的是 暗恋女孩的小帅脸上露出诡异的威胁 原以为厄运到此为止 但更倒霉的是 公交车上的不雅举动 被乘客拍下来传到了网上 而此时她已经上了个大平台的头版头条 女孩感觉没脸见人 可当她来到学校后 同学更是当面羞辱她 哦下面都不喜的吗 你们闻到气味了吗 气急败坏的女孩再也忍不住 直接和女同学撕了起来 就在两人打得不可开交时 小帅出手帮她化解了危机 晚上失魂落魄的女孩走在路上 正听着摸泼三十 忽然感觉浑身无力呼吸困难 跑来一把把她抱起 把她从幻境中拽了回来 女孩惊恐地扑到她的怀中 在小帅不断地安慰下 女孩惊恐的情绪才慢慢得到缓解 随后她将女孩带回家 看着面前楚楚可怜的女孩 小帅不淡定了 她拉住手直接亲了上去 这猝不及防的一文把她吓了一跳 她一把推开小帅 顺势就是一大耳瓜子 可小帅不但没有生气 还笑着回敬了一巴掌 女孩看着眼前猙獰的小帅 愤怒地说道 原来女孩遭遇的一切 都是小帅搞的鬼 她买来徒有HPV病毒的厕置 害女孩在公交车上出宠 买来可以让人失禁的饮料 上台前让她喝下 让女孩受到七尺大怒 买来可以置换的耳机 让她产生幻觉 然后在关键时刻出手相救 而她之所以这样做 竟是因为深爱女孩 因为只有女孩频频出宠 被所有人嘲笑排挤冷落 这样她身边就只有她 她就能独自占有女孩 但不巧的是 这天小帅再次来到商店时 正巧被女孩的闺蜜看到 她跟着男孩进了商店 竟意外发现了小帅的所有阴谋 为了给闺蜜复仇 她来到那家神秘商店 精心为小帅挑选了一件衣服 哄骗小帅穿上 很快小帅浑身刺脑 忍受不住的她 找了个没人的角落 直接拖了个金光 她的这一举动 很快吸引了大批的吃瓜群众 甚至还被进行了现场直播 小帅终于为自己的变态阴谋付出了代价 一 一 一